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目会举一些例子 让大家看看MASPEAD的形容 你可以用这部计数机慢慢计算 我这里会提醒MASPEAD 分不到SINGLBOUND或DOUBLE BUND 这个大家可以省一点 因为中间是相差两个HITO 這個未必是一個很準確的訊號 告訴大家究竟有Double Bond還是沒有Double Bond 畢竟差了1、2等都很少的數目 在這題目就想你認100究竟是什麼 另外57和43 這些都是我們常見的數字 看著圖片的圖片 因為它給了Structure 應該問題不大 100肯定是Parent Peek 整隻Molecular Iron 57是劈哪裏呢 如果這個是Aster 很多時候這個Bond 都是比較弱 或者是Hydrolysis 都是劈這個Bond 所以這個CO Single Bond是很弱的 而劈了這一部分之後 如無意外 剩下的就會是 這一部分 這部分 就是CH3 C double Bond O 這一部分 應該是43 OK 43 就是這塊 所以 57 相對 就會是CH2 CH CH2 Aster 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一分為二 這部分 會是一個大的 重要的 比較強的 Signal 另外一部分 就會是另一邊 那麼我們看了 Aster 劈了兩大部分 之後 再看看有沒有需要 看其他小的 一些Fragments 小的碎片 這樣 OK 第二個例子 就是筆記的 33頁 那麼這隻 是有一條 A-level題目的改編 X-Y-3 這隻 Compag 不知道是什麼 X-Y-3 總之 有個Mars Spectrum 是這樣的 叫你猜一下 X和Y分別是什麼 我們就有幾個 Label了的Peak 其實這些Peak 都可以告訴大家 很多東西 88 就不用說 是Parents 所以是 X-Y-3 一個正 好 接著我們就再看 如果要砍的話 就每次砍一個Y OK 因為有三個Y 那如無意外 你應該砍到三刀下去 那就 看一看這個數 相差多少 88和69 就相差了19 接著再看 50和69 也是相差了19 31和50 又是不見了19 咦 最後就有19 在這裡 OK 那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每次砍一個Y 就不見了19 那總共不見了三次19 OK 所以呢 69 我們很有理由相信 是Y 2 一個X 淨 50 是X Y 淨 31 應該是X 淨 咦 那19是什麼 19當然是Y淨 OK 那 那 因為呢 這個Mass to Charge Ratio 呢 其實是講 他們的 Relative Atomic 應該是他們的 Atomic Mass OK 那 是不是Relative 呢 都不緊要了 因為每次都是 我們用其中一個最常見的Isotope 那你可以當它是Atomic Mask 那所以19呢 你查一查 就不要當它是Protestium 這個是那年公開示的一個謬誤 因為減了那個是Mass Number 簡單來說 那所以呢 19 Mass Number 如果你查回 是Foreign OK 每次都不見了一個Foreign 那也可以在裡面找到一個Foreign 那還有呢 就是31號這個Peak Mass Number 31 這一隻是什麼呢 那又查一查 31 其實Mass Number 是Phosphorus 那所以呢 XY3 其實呢 就是Pf3 的 OK 那有些人呢 那一年呢 就31 就當了是Atomic Number 就查回 Ga 這樣就失敗了 OK 而19 就當了是Protestium 那所以呢 那一年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這個答案呢 就會是一個 最多人錯的答案了 OK 那事實上當然不對 記住 我們減那個呢 是Mass Number 是Mass Number 是Mass Number 來的 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呢 就35頁的第七條 第七條 那這次呢 這個Mass Number 這個Mass Number 給了你 是CH202 那就想你猜一下究竟是 什麼東西啦 那 那 數數數目啦 CH202 Total呢 就會是46 那所以呢 46如無意外呢 46如無意外呢 就是CH202 一正啦 OK 那但是呢 45又有一個Signal 那如果45又有一個Signal 這個也是幾個性格的 有可能呢 就出現了一個這樣的情況啦 OK 那這邊什麼都沒關係 就是呢 有一個這樣的群組 類似Aldehy 脫了一個H OK 脫了一個H 那所以呢 可以猜呢 45呢 其實是CHO2 一個正 OK 好啦 那接著 重點就是呢 如果是有個 Carbon R Group 應該有個 減28的Peak 在這裡 減28 OK 那你看看 29 和45之間 有沒有減到28 OK 又或者有沒有一些地方 是有減28呢 那這個似乎都不是十分之明顯 有減28這個Peak 那不過不要緊要 就再看看呢 如果它現在 標籤了29 那嘗試看29 那 就平時建開29 是C2H5正的 那但是呢 今次只有一個Carbon 那所以呢 29肯定不是它啦 那所以呢 就試試砌一砌數目啦 那 那就 如果 有 餘無意外呢 29呢 應該最貼近呢 就HCO 正 HCO 正 OK 那 而 28呢 呢 餘無意外是CO 正的 那 那我們嘗試先 先試一下畫了這隻Carbon 先啦 那 CH202呢 有兩個O 那有機會是ACID OK 那 那就有ACID的話呢 可不可以是 有其他可能性呢 那 似乎 是ACID的機會都很大啦 那 那如果是ACID呢 現在我們可以試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就作回啦 那 Parent Peek 是啦 45減了H 是這一個 那 29 就是說呢 走了 OH OK 走了 OH減了17 那就出現了29 那 28呢 就是剩下的CO Double Bond OK 那我們可以呢 就 用這個 這樣子的MASPAD 就猜到那隻Compang出來 OK 那這個 example大致是這樣啦 好了 這一節呢 看多一個example 就是38頁的第10條 那 那這次呢 那隻Compang是C3H6O2 C3H6O2 C3H6O2 那 就有兩個O 那 另外呢 C和H的比例是1比2啦 那你可以估計呢 有兩個O 又 CH比例是1比2的呢 有可能是 Asta啦 有可能是 Exit啦 OK 那這兩個是比較上最似樣的啦 那你可以先呢 就試一下 繪畫了這三隻東西出來先 那 然後呢 再看看 可不可以呢 用其他的 用MASPAD的一些Signal 來去 估計一下 OK 那 那 如果三個Carbon Exit 就有機會是 Propanoric Exit啦 那 如果是Asta呢 有可能是 這樣啦 那 那 即是Mephal Ephanoate 那 亦都有機會是 EVMephal Ephano EVMep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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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74 和73 那 就 出現了 有一個 減1 的情況 那 減1 的情況呢 很可能是 這個 這樣的 Case OK 那 亦都有可能 是 脫了這個H 那我們 看其他 有沒有 更加明顯 一些的Signal 那 那 假如是Asta 另一個重點的Signal 就是 這裏劈開 或者是 這裏劈開 OK 那我們 就 數一數數目 如果是 這個的話 呢 這部分 是 31 OK 那 74 是Molecular Ion 肯定的了 九成都 不錯的了 如果 減了 31 的話 理論上 43 有個 Pick 剩下 這部分 是一個很 Stable的Ion 那 理論上 43 是一個很高的Pick 那 似乎 這兩個 31 和43 都不存在 機會率很低 應該不是他 那 那 如果再看的話呢 會不會是 這隻的Asta呢 那我們 又數一數 這邊 這邊呢 就有兩個Carbon 5個H 1個O 那 total呢 是45 OK 那 應該呢 又減40 有45這個Pick 也都 有可能 是有 這個 28 加1 29 OK 那 又有個H在這裏減 那所以呢 是有機會是 出現了 73 即是少了這個H 然後是45 29 28 OK 所以呢 它的機會率是很高的 那 如果是這隻的普頻 呢 就應該有減17 OK 減17 即是57 那 剩下這部分呢 C3 H 5 O 45 應該是一個很高的Pick OK 那這個也有機會 那 哪個才是呢 那可能要做多少少的資料 才可以分得到 那 起碼這個不是啦 不過題目就說呢 它是Misable with Water 那所以呢 它是Carboxylic Acid的機會呢 是高過 Aster的 OK 好了 那 下一節呢 我們會看兩個的Aromatic Compound 拜拜